早前一段香港的發明影片 在國際社交媒體熱傳 片中一團好像糞便的物質 好像有腦袋一樣自行穿過窄道 分裂後又能迅速重組 甚至在模擬的衛捕中 捲走有害的電池 網民就說它好像電影《獨魔》的外星生物 這團物質其實是香港中文大學 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研發的史萊姆機械人 是一團磁鐵機械人靠磁力推動 帶領團隊的張立教授期望 發明能夠取代高入侵性的手術 減低病人創傷 張立是微型機械人專家 來港十年做過不少發明 雖然很多未能真正應用 但是它都不斷創新 它指出人類發明摩打的時候 同樣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現在不知道怎麼運用 不代表將來一定沒用 想了解更多張立教授的專訪內容 記得按入貼文內的連結 Pierce 來吧 謝謝 唐 puzzle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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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